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,有些思想如星辰般永恒不灭。 各位观众,欢迎来到临终究的《中华智慧》,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刻的智慧故事。 今天让我们穿越回东汉末年,探索一个名字可能为你所熟悉,但故事细节却显为人知的人物——张恒。 与他息息相关的五斗米道,其思想与实践如何影响了整个道教发展,并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今日的世界观提供了启示。 当我们提起张恒,可能首先会想到他的父亲张道灵,五斗米道的创始者。 但今天,我们将聚焦于这位道教重要人物的子嗣张恒,其字灵真,作为五斗米道第二代天师。 但是,张恒的一生不仅是对父亲遗愿的传承,也是对道教教义的发扬光大。 东汉末年,社会动荡不安,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 张恒继承天师之后,他深知要想维系五斗米道的生存与发展,必须适应这一时代背景。 因此他不仅传承了父亲的教义,更以其智慧和手腕,巩固并拓展了教派的影响。 在张恒的领导下,五斗米道不再局限于宗教纯粹的修行,他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,提倡清静无为,回归本真。 张恒强调内在修养与外在慈悲,倡导信徒们在修道的同时也要关心社会,关爱百姓。 这一理念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众多信众,更对后世道教乃至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我们在今天回顾张恒的故事时,可以发现,他的思想与教导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。 张恒能够将道家的无为而至与儒家的人正思想互相融合,创造出一条融合了宗教救赎与社会责任的新道路。 张恒的生平是一段充满智慧与远见的历史。 他的非凡精力与思想贡献,不仅塑造了五斗米道的历史轨迹,也让我们今天的讨论与思考变得更加深刻与有意义。 让我们继续沿着张恒的足迹,深入探究更多五斗米道与道教文化的奥秘。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张恒的生涯深受其家族背景的影响。 身为张道陵之子,他自幼被灌输道教理念和教义,这样的家庭教育为张恒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张道陵作为五斗米道的创始人,不仅仅在宗教上, 更在家庭中担任着领路人的角色。 他的智慧和信念如同家中的灯塔,为年幼的张恒指引着道教的方向。 生母雍姓女士和其他家族成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, 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坚定信仰的环境, 使得张恒从小就接受了高度的道教教育和修养。 继承了天师之位的张恒,并非简单的研习, 而是根据时代的变革,对五斗米道的教义进行了必要的发展。 在他的领导下,这个教派更加强调道教与社会生活的结合, 呼吁信徒们在修行个人道德的同时, 还要致力于社会的和谐。 张恒尤其注重道德的实践, 他提出无为而至并不意味着放弃行为, 而是要求在行动中体现道的原则。 他进一步发展了道教的慈悲思想, 主张救济贫苦,教化百姓, 使得五斗米道除了有了更宽广的社会基础, 也更加深入人心。 通过对家族的继承与超越, 张恒不仅传承了张道陵的遗志, 也为五斗米道镌刻了自己的印记。 他既是受家族影响的儿子, 也是道教思想的创新者。 他把五斗米道从一个纯粹的宗教信仰, 转化为一个能影响社会道德和民众生活的强大力量。 五斗米道作为中国早期道教的一个重要分支, 其核心教义融合了道家哲学、 宗教仪式与民间信仰。 论及其教义, 不可不说福不拔和其汲取之等理念。 这些思想强调人们应顺从自然规律, 修身养性, 强调道德修养与个人得道。 仪式是五斗米道与其信众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方式。 例如, 其进行的扶水治病、 摘教祈福等活动, 不仅是宗教活动, 也深深植根于社区和个人生活中。 这些仪式反映了人们对健康、 社会和邪及个人救赎的渴求。 五斗米道通过这些教义和仪式, 极大的丰富了道教的内容, 使道教信仰和道德思想更加完善。 张衡继承天师之位后, 更是将这些理念和仪式传播至社会各层, 让五斗米道的教义渗透到汉族宗教文化的每一个角落。 五斗米道在汉文化中的发展, 不仅仅限于宗教信仰的范畴, 更影响到了文学、 艺术乃至政治制度。 天师道通过整合民间信仰和宗教实践, 架构出了一种独特的道家生活方式和社会转化模式, 其在后世的发展中促进了宗教道德与社会伦理的结合。 我们从五斗米道的核心教义和仪式中, 可以看出它不只是一条道教的流派, 它是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的一个缩影, 一个通过宗教实践折射出社会需求和人类情感的镜面。 五斗米道的存在和发展, 不仅塑造了道教文化, 更间接影响了千百年来汉族的宗教观念和生活方式。 在现代社会中, 虽然繁荣显眼, 但人们常常感受到精神性的空虚, 五斗米道的教义在当下依然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。 其倡导的顺应自然, 内在修养的理念, 鼓励人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和稳定。 五斗米道强调的无为而至, 告诉我们在面对生活和工作压力时, 应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, 减少不必要的干预, 达到心静自然良的境界。 它的道德修养观念, 也启示我们在利益驱使的现代社会中保持诚信和人卑,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。 五斗米道教我们, 即便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, 依旧需要精神信仰作为支撑。 其提出的反普归真, 让人们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, 不适对生命和宇宙深层次的思考和敬畏。 五斗米道的教义同样适用于现代生活的管理和自我提升。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, 无为的理念可以引导我们减少不必要的纷扰和矛盾, 而内在修养就是现代人追求心灵平衡, 减压养生的有效途径。 因此, 五斗米道的哲学不仅是历史的宝贵遗产, 它所携带的深沉智慧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。 它不断提醒我们顺应自然规律, 注重内在发展, 并且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为我们指引了反谱归真, 和谐共处的道路。 在本期视频的尾声, 我们不仅分享了张恒及五斗米道的历史故事, 更是尝试从中汲取智慧, 为现代生活提供思考的灵感。 在这个埋头数字世界的时代, 不妨偶尔停下脚步, 向古代智者学习, 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宁静与明智。 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历史与哲学的内容,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每周我们都会带来新的视频, 一起发现历史的智慧与现代生活的联系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